嗨 大家好 我是瑞將 今天的影片非常的隨興 因為有很多人在我的Instagram留言說 想要看我拍便利商店的主題啊 那我也猶豫說到底要拍什麼 要拍健康的還是減脂的 當然日本的便利商店有各種主題可以拍啦 只是我覺得如果要拍便利商店的話 應該要先拍給大家我自己 每天每天最近都在吃的東西 所以跟大家說它並不是一個很健康的東西 是日本全家出的這個 只是這個的話會有點太乾 所以我今天買了一些其他東西配 等一下再開給大家看 在開始吃之前我先跟大家說 我覺得日本的便利商店真的在包裝很用心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我買了這支炸物嘛 它這裡就有跟你說要怎麼用這個袋子來吃 第一步就是你要照著這個虛線把它撕開 你就可以這樣子拿著吃了 那你的手就不會髒掉 然後下面還有跟你說 就是你可以把它裝在袋子裡面 直接拿去微波爐裡面 微波都可以 就跟你說要微波多久啊 我照著這個虛線把它撕開喔 啊 我每次都會把它撕破 啊不管了 反正就是長這樣 登登 你們看起來很脆 其實每家便利商店幾乎都有賣牛肉可樂餅 包括Seven啊跟Lawson都有賣 可是我最喜歡吃全家的 牛肉可樂餅裡面就是牛肉碎末啊 還有馬鈴薯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全家的比較好吃 是因為全家的馬鈴薯是有味道的 它也是顏色比較深的 因為像是Lawson的話可能就是比較白 比較沒有味道 啊我自己喜歡吃口味重的 那要先吃一口給大家看 你們看得到嗎 它的馬鈴薯是粉紅色的啊 比較不是那種白色的 我覺得它會這樣子應該是因為它把牛肉碎末 跟馬鈴薯全部打在一起 所以它的馬鈴薯也有牛肉的味道 我愛吃這個愛到我真的每天都去買一買 到文當都覺得這個東西到底是有多神奇 文當也去買一吃它也說很好吃 最後一個囉 第二樣我買的是這個飯糰 登登 鮭魚還有魚卵飯糰 那剛好從今天開始全家好像在特價吧 就是只要150円以下飯糰都變成100円 那只要是150円以上的飯糰 就是都變150円 所以我今天買的這個飯糰原本是147円 就變得特價只有100円 覺得很划算可以吃吃看 大家看這個包裝上面也有寫下にひく 就是你抓了這個把它往下拉 然後把它拉下來看看 然後呢拉下來之後我會把它往旁邊這樣刷 就可以打 呦 弄掉 這個是新發售的我不知道它的味道 我來吃吃看 這個飯有顏色一般它是醬油拌飯 我覺得這個可能真的吃冷的會比較好吃 然後這個鮭魚啊它有一點點煙燻的味道 鮭魚的味道還蠻重的 魚丸一般我還沒吃到 我來吃吃看 魚丸跟鮭魚搭在一起吃的地方很好吃 因為一開始吃進去的時候 會先覺得鮭魚的味道比較重 然後接下來那個魚丸就會炸開 那個汁就會跑出來 我覺得這個很好吃 如果大家最近來日本的話 滿推薦這個全家的這個飯糰很好吃 那我自己是喜歡吃冷的啦 可是可能有人喜歡加熱 那如果你要加熱的話呢 你就可以跟他說 如果你要加熱就可以跟店員講這句話 他就會幫你加熱 最後一個囉 最後一樣是這個 登登 優若如 我自己很喜歡喝藍莓口味的 或是綜合莓口味的 這一個呢它是 雪印它出的這個 會這一系列的 它是可以幫助你減少你的內臟脂肪 把開給大家看喔 其實是有點白色的感覺 唉唷我覺得 這一碗我覺得還蠻甜的 可是我就喜歡喝它的甜味 還有那個莓果味也很重 除了這個綜合莓之外 還有賣另外一種口味是白葡萄 但是我沒有買 喝完了 那這支影片就結束啦 你們看這支影片有點廢 然後我吃到我的口紅都掉光了 那如果說你們有要來日本啊 一定要去全家的便利商店吃吃看那個牛肉可樂餅 差不多台幣20% 因為薯塊上下我覺得很划算又很好吃 再推薦給你們可以吃吃看 因為剛喝完葉肉乳有點冷 所以我戴一下圍巾 如果來看這個影片的人 你有吃過全家的牛肉可樂餅的話 你一定要告訴我 你是不是也很喜歡吃它 還是呢你們有其他喜歡吃便利商店的食物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讓常常跟便利商店圍伍的我 可以多吃一點新東西 還是呢你們有想要看我 是什麼便利商店的東西 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我就會去買來吃 我們家附近什麼都有 有Seven啊 有Lawson 有全家 就是什麼都有 我們都可以加加加看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都歡迎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按訂閱 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 接下來我會繼續在這個頻道 分享我的日本生活啊 還有我跟我的日本男朋友文當的生活 各種可以分享的東西 那接下來請大家多多指教喔 掰掰 再見 掰掰 我是擔心 比法 也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